朋友们大家好 因为我们这里今天下大暴雨没法出去 所以本期节目就在办公室跟大家见面 朋友们本期节目我就想给大家看看 现在我回国也就回中国返回德国的时候 会往德国搬什么东西呢 关注我频道朋友们知道 本次我回国4月3日就带了手提行李 其他都没有带 也就是说没有行李箱 手提行李里面很简单 就是我日常使用的一些物品 其他的没有 好 顺便说一下 这次我回中国只有手提行李 外面这小包是大疆的无人机在德国买的 然后就是一个手提行李加一个小的背包 放电脑在里面 现在回国都不知买什么东西了 因为德国好像没有什么可以买的 我这次呢就买了一些巧克力啊 本来想买一些化妆品的 但是因为是手提行李嘛 化妆品的什么膏啊 那个什么爽肤水啊这种就不好带 所以这次呢只是带了一些巧克力而已 空空如也啊 我从中国返回德国的时候才在国内买一些东西带过来 现在都是从中国往德国搬东西 因为现在我从德国回中国很头痛啊 不知带什么东西啊 因为德国好像现在没有什么可带的 对吧 因为德国去工业化很严重 它的日用品生产非常的少 一般很多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我不可能把中国制造的东西出口到德国 然后从德国带回中国吧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对吧 而且在德国如果是买中国制造东西 它的价格大概相当于中国的5到10倍左右 就是平常的那些日用品啊消费品 所以现在我一般啊就是想方设法 从中国往德国带东西 好这次呢我给大家看看我到底计划 我是6月中旬返回德国去 我会带些什么东西呢 首先我想声明啊 本期可能我有的讲到一些品牌 但是呢我绝对没有拿一分钱 他们的广告费 我只是让大家看看我到底带什么东西 不是做广告 比如说这个东西啊 非常的小巧 我也特别喜欢它的设计 其实我在德国已经买过了这样一个东西 它是从捷克发过过德国去的 也就是说他们在捷克应该有个大的仓库 仓处中心 我认为这是个电饭包 我在德国买的那个电饭包 好像是48欧元包邮 当时是特别优惠的价格 所以我就买了 但是拿到手之后 我虽然对它的设计满意 但是那个东西太大了 它适合5到6口人的家庭 而我是丁克家庭 所以那个东西呢我认为太大 不太适用 然后呢我回国的时候 我在网上看到这个东西啊 就是那么大 20多公分对吧 2023公分左右 然后这里可能刚刚20公分左右 能够轻易放进去一个手提行李箱去 所以我就这次带过去 非常小巧 适合两到三口人的小家庭 或者一个人也可以 所以我觉得从它的设计啊很好 然后呢 又适合小家庭 我一定带过去 大家知道吧 像这种东西已经是从设计啊 从技术来说 我认为呢都是世界顶级的 价钱在中国大陆 大家想想看 特别海外华人 猜猜看这个多少钱 我可能告诉你都吓一跳 这个相当于欧元15欧元 人民币113块包邮 就是寄到我家里 像这样15欧元 真的便宜的不可想象 带着这吧 现在在德国你去餐馆去吃饭 点一个主菜 一般现在最便宜就要15欧元 网上当然是没有上千 一般就是15到20欧元左右 在德国一个普通餐馆啊 不是什么高档的 一份饮料现在是4欧元左右 你要看 如果是你那个半生啤酒 可能是5.9欧元了 现在就是大概是4欧元 左右一份饮料 加上呢一个菜 也就是说在德国普通的餐馆 你去吃饭 一般25欧元到30欧元左右 只吃一个菜啊 没有多少个 而这个呢 那么好的产品 才15欧元 人民币110多块钱 所以对我来说 这性价比太高了 我一定要带过去 这次呢 我还想带这个东西过去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见 是葡萄干 我觉得应该是新疆的吧 其实它的价格挺优惠的啊 我是在我们县城附近的一家超市买的 它的价格是一斤6块9人民币 对我来说已经很便宜了 你想想看 它是葡萄干 我猜呀 可能要三四斤四五斤的那种新鲜葡萄 晒干之后才有一斤这样的东西 也就是说新鲜的葡萄 可能就是人民币一块多一斤 对吧 然后6块9变成葡萄干 在德国我去看了啊 因为上次我也带了葡萄干过去 在德国的超市虽然有葡萄干 但是它的质量远远没有这个好 所以我决定也带过去 这是第二个产品我想带的 我自己吃啊 每天我就吃一点 你看我这专门有个 这小的零食的盒子 我吃零食一般是没有其他甜的 你看这是葡萄干 这是南瓜籽 没有炒的生的南瓜籽 因为这样的话对男士可能比较好一点 这南瓜籽 这种东西也是日用品对吧 我也想带到德国去 像这种是保鲜膜那种套 我认为非常方便 在德国我目前没有看到这样的 德国只有保鲜膜 但是是传统那种每次要撕开 有的时候撕得不到位 所以都特别讨厌 我不太喜欢 像这个你看这里有个有个厨对吧 就相当于我们去住酒店那种玉帽 其实就是一个道理 哎呦我看见那外面有白鹿 我发现现在这生态恢复的越来越好了 现在你看 一行白鹿上青天 我想起了诗词 其实老看得见那种白鹿特别好看 我们继续讲 我这次带过去 好像这包是几块钱 反正不多 包油几块钱 反正在德国没有 然后我上次带过去之后 我的德国伴侣觉得非常好 他说这太好了 为什么德国没有呢 然后这次我还想带这个东西过德国去 这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电脑包 但是我是要的比较大的17寸的 因为我的电脑是16寸的 我买过那个16寸的电脑包 但是我觉得太小了 因为我还想放另外一些东西进去 那个呢 只是放电脑 然后呢 放一些电脑的配件 这个呢 我是除了放电脑之外 电脑配件之外 还要放其他小东西 所以呢 我就买了一个大一点的 这个电脑包有这个好处 就是它后面呢 就是可以放到那个手提行李箱 那个杆那里把它插下去 我觉得这样就挺好 就是自己不用老是这个背着 因为有的时候它比较重 你背 有时在大的机场啊 可能你要走一公里左右 都不一定 对吧 如果是你老背着 就是这个肩特别痛 所以这次我就买了一个 这样设计的包 从人民币来说 它的价格并不低啊 我花了64块钱买的包邮 有的它印有那个logo的 我没有要logo 就要no name的吧 我为什么买呢 因为它有这个功能 就是打开之后 相当于一个小的那个行李箱 可以完全打开 就可以很好地放东西进去 就相当于一个小型的那个行李箱嘛 一般的背包 它就没有这个功能 我觉得这个功能特别特别适用 然后里面呢 还有其他的那个各种各样的 可以放东西的地方 还有你看这里也有拉链 还有这里侧面呢 也有拉链 所以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适用的 这个是人民币64块钱 换成欧元大概是8欧元 8.5欧元 最多8.5欧元 8欧元的东西 我可以告诉大家 在德国也有类似的卖 我没有看到同样的 类似的东西在德国 我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没有什么品牌的话 绝对是中国制造 然后出口到德国去的 在德国这样一个包 这样功能的 我估计要40欧元左右 那我在这里买的是8欧元包油 它这旁边还有一个小的 可以放什么一杯饮料 或者是一把雨伞 这个它是松紧带的 我觉得要挺好 如果不用的话 可以拉链把它拉起来 所以整个设计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我看一下做工 它在这里沉重的地方 它就特别又用缝纫机多撤了几遍 我觉得这应该还是不错的 8欧元对我从德国回来来说 我就觉得真的是便宜的 不能再便宜了 所以这个我一定也带过去 到时做国际旅行的时候 我把电脑放进去 还有电脑配件 还有移动硬盘 这些东西 加上我的那些 我的护照之类的 反正一些小的那些物件 我放进去 这样我觉得它的大小刚好合适 这也是我想搬运到德国的 因为这价格真是太诱人了 然后我觉得它做工真的非常的好 应该是非常结实的 然后我这次也准备穿这双鞋 鞋到德国去 这双鞋是我在拼多多上买的 其实我上次我已经穿到德国去了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上次我在科隆 我是坐火车下车的时候 同车厢的有三个德国的十几岁的少年 他们看到我这鞋之后 他们问我 他说你的鞋很漂亮 在哪里买的 我说在中国买的 他们说在德国没有卖 其实我特别喜欢这设计 我觉得挺时尚的 而且穿起的特别舒服 夏天可以穿 因为它这种它是透气的鞋 所以我认为夏天秋天都可以穿 非常的好 这双鞋它当然是没有牌子的 但是想想看多少钱包油的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27块9我买的 还是27块4 反正不超过30块钱包油 相当于欧元不到4欧元 想想看 我觉得像这双鞋 如果在德国的话 应该要30欧元左右 而我在这里买的话 不到4欧元 真的是太便宜了 当然我消费的时候 我没有所谓的品牌观 对我来说 我觉得好看 喜欢适用我就会买 就像刚才那个包一样 对吧 这个东西不打开 可能大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在拼多多上买的 28块2 3.5欧元左右 真的不到4欧元 在德国连邮费都不够 我们国内28块2包油到家 是这个东西 拿到时候非常的惊喜 我觉得它的做工真的非常的好 就是淋浴的时候的防滑店 真的我觉得非常好 我拿到时候非常惊异 因为它的后面有很多这种 我不知道叫什么东西 汉语 对不起 我的有的时候汉语的词不够用 它可以非常紧的粘到瓷砖上面 不会滑 洗完澡之后 淋完玉之后 你可以把它拿起来 然后可以粘到墙上 然后水就往下流了 所以这个设计 我觉得还是真的不错 好 这是我想带去德国的另一样东西 在德国我没有注意看有没有卖 如果有 我可以告诉大家在德国应该要15欧元左右 像这种质量 甚至20欧元 这是圆珠笔 我买了两盒 然后分别买了100只这鼻心 它是可以配起来的 这东西在国内也非常便宜 我不知道花多少钱 应该是人民币每支平均可能就是两三毛钱 一支圆珠笔 鼻心更便宜 可能就是一毛钱左右 我就是想下次如果我再去比如说古巴的时候 我有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好的古巴中国的混学 他的父亲是中国人 但是他父亲已经死在古巴了 我认识他 所以我每次去古巴 我都会帮他带些他平时要用的东西 比如说在古巴这东西也非常的缺 他们办公就缺少这些东西 所以我每次去 他不是叫我带这种圆珠笔 或者是橡皮毯 或者是副鞋纸都叫我带过去 这两盒一共我花了36块钱 有72只 然后加200根笔芯 这个东西叫什么 大家知道吗 因为平时我不是特别关心这个 反正我在国外我没有注意到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它是磁铁的 你看 它是用来绑窗帘的 我觉得特别适用 所以我就买过去 像这个东西是4块钱一个 也就是8块钱一对 我觉得也特别实惠 相当于这个一欧元 这堆东西当中我有4个 是4个无线蓝牙耳机 好像隐居人是不是国内比较有名的品牌 当然是低端品牌了 你看 我觉得设计已经过时了 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挺好的 就别看它人民币 就是20块钱25块钱左右 但是它的音质让人惊喜 我自己试过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很不错 现在都是很小的这种设计了 就是入耳式的 直接带到耳朵里面去 几乎看不见 唯一缺陷就是有的时候 可能怕掉下来 像 应该一般不会掉下来 我觉得这个不错 像这个设计真的很不错 就是你睡着的时候 也不会压耳朵 这是我觉得这种国内最新设计的 东西也挺不错的 也不贵 也就是20多块钱 最多30块钱 然后它的这种设计也挺时尚的 而且充电是用Type-C这口 我觉得也不错 各种款式我买了三四个 到时我自己用一副 我德国伴侣现在用这个 他四五年前五六年前买了 世界上很贵的Bose 我不知道汉语叫什么牌子 那一副花了199欧元 它的续航电池续航还不这种 还不这种三四欧元的东西 所以我上次我从中国带过去之后 带去德国 他一直用我这三四欧元买的 这种蓝牙耳机 不用他二百欧元那种 是所谓世界名牌 也就是那个牌子应该是美国的 Bose那个牌子 他现在都不用了 他宁可用这种三四欧元的中国的东西 你看 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皮肤容易过敏 所以我现在每次身边都要带着这种药 我到国外旅行的时候也一样 卢雷他钉片防过敏的牵麻疹 所以我需要这个药 这次我就带了很多 也带过去带到德国去 这个雨衣我也准备带去德国 然后放在我平时的包里 因为德国有的时候下雨 也没有带雨伞也比较麻烦 所以呢像这种我也带过去 这个雨衣要比那种一次性的 我认为质量更好 它比较厚 像这个好像就是人民币三四块钱 还包括运费 所以我经常不知道就是国内很多东西 卖的那么便宜 它怎么赚钱呢 我一直不理解啊 像这个东西在德国三四欧元 绝对买不到 因为德国油费就很高 像这种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 还有这个小东西 我看到时候我觉得挺有趣的 我也准备带过去 它是乳胶防水鞋套 只要你能想到的东西 它都会有卖 它是乳胶的那种鞋套 你看 就是到时套进那个鞋里面去 然后就可以走了 就不会弄湿你的鞋了 我觉得这种还挺好的 相当于手套 它只不过是鞋套而已 之前我没见到有卖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实用 我就买了 也是人民币好像三四块钱一双 你看我买了无数的各种各样的手机 那种手机壳手机套 这种是智能的手机套 这种是手机壳 像这种在德国也挺贵的 比如说像这个 最便宜大概是要7.99到8欧元左右 就最便宜的 普通的价格一般可能就10欧元到15欧元 而这个我是人民币5块9到6块9买的 而这个更便宜 可能人民币就是两三块钱包油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它怎么赚钱 也可能这款式已经老了 它能够卖掉就万事大吉了 我估计 反正这些东西我就是三四块钱 有的时候就是两三块钱买的 像这些我是带到国外去的 像这种是特别缺 因为国外买不到 像这些东西都是中国出的 这种手机套 这种手机的配件 在国内只有两三块钱的东西 到国外可能就翻10倍 对吧 像这个东西我打开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非常适用 它有两个刀片 外面刀片是不动的 而里面刀片是动的 它是剪鼻毛的东西 这个小东西我看了 它是不锈钢的 我认为它质量特别好 真的特别好 然后包油一共不到10块钱 非常适用 所以我就买了 这我也带去德国 我看了它的做工非常的不错 我自己试过 我自己试过它剪毛的效果非常好 像这种东西 如果在德国有卖的话 也是从中国进口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德国自己本国生产的剪鼻毛那种机器 比如说电动的 如果德国自己产的 我估计要好几十欧元 我也看了也有电动的中国这种剪鼻毛的东西 我自己还买过 买过一个品牌的 但是我拿到手之后 我认为应该是假冒伪劣产品 虽然是电动的 我感觉它的质量还不如手动的 所以后来我就果断退了电动的东西 因为它是包油的 退货也包油 那个东西电动的要30块钱 还是35我忘了 而这个呢不到10块钱 而这个质量要比那个电动的好多了 这个肯定不会坏 所以我就后来果断的把那个电动的退掉 保留这个 这个东西我也准备带到德国去 这个我就不打开了 其实是一个防蚊帘 像一个门一样 它可以从中间打开 然后人通过之后 它又自动会 因为磁铁它又合拢起来 所以蚊子就不会进入你的室内了 这个东西我也带到德国去 因为类似的在德国 我没有关注过 可能没有卖 如果有我刚才说了 肯定也是中国的 这个是定制的 因为我家的门到阳台 那个门框比较小 大概70公分 所以我要特制 也就是定制40元人民币 它的做工啊 材质都非常好 我看了没有差评我才买的 对了 在中国网上我买东西 我一般是先看有没有差评 我不看好评 就看差评 因为差评一般不会有人刷上去 对吧 只有好评刷上去 在国内我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 不仅看有没有差评 还要看有没有追加评论 因为从追加可以看到 比如说有的人使用了10天半个月之后 他的感受 而且我看追加的时候 一般是往下 看最下面的东西 因为我看网上 越在上面的好像是追加的好评越多 越往下 有时候呢 就是他追加那种不好的 比如说这个质量特别差 怎么怎么样 我就看那个追加的评论 不好的 如果是追加不好的评论太多了 那我就不买 这个是定制的啊 这个质量40块钱 我觉得非常的实惠 如果不是定制的好像是28块钱左右 折合人民币 连5欧元都不到 在德国这个质量啊 我认为应该要20欧元左右 而且不是定制的啊 而这个我花了不到5欧元 所以我觉得很实惠 好朋友们 我给大家看了这次呢 我到目前为止 我准备往德国搬运些什么东西 接下来我肯定还有其他东西 就比如说我准备买一些夏天穿的衣服啊 或者是夏天穿的五分裤啊 这种我准备也带过去 我还在网上买了一些东西 目前还没有到货 比如说我还准备带那个LED台灯过去 这个台灯也挺好的 我用了七八年了 现在一直还在用 挺好 就是晚上我在办公的时候 我放我的电脑在这里 然后它这个灯光刚刚够 我觉得非常的好 它还可以折叠 其实我也想带到德国去的 我主要是看 我到时在网上订的东西 如果质量和这个差不多 而这个可以折叠 可以放进行李箱 我就可以带这个过去 反正对这种东西啊 小东西我非常的满意 价格不高 人民币就是20块钱左右 像能够买到这么好的产品的质量 我觉得真的不错 而且这已经是差不多10年前的产品了 现在更新换的非常的快 我还想把下两倍也搬运到德国去呢 目前还没有想好 哦对 我还想买一把电的理发器 电动理发器也带到德国去 因为在国内啊 这种电动理发器便宜的40块钱 而且是品牌的啊 电动理发器我就准备买有牌子的 那些没有牌子 有人说是什么德国品牌 德国工艺等等 我看到那种 我就不会想带了 我肯定是想带国内品牌的 这种理发器便宜的 刚才说了40块钱 贵一点的 比如说小米的 它有120块钱左右 大概就在这个价格区间吧 已经很好的了 所以我带一个过去 它是可以充电的 而且从设计来说也比较时尚 我今天回国 刚刚半个月 我就买了那么多东西 准备搬运到德国去 你们觉得我搬运这些东西去德国 可不可笑呢 所有这些我搬运的东西 我可以告诉大家 在德国都找不到德国自己生产的 如果有 觉得是从中国进口的 而且我前面提到过 它的价格一般相当于中国的5到10倍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